我們再來丟一張啊 哦我們當然是丟這個海皇的重裝兵哦 那海皇的重裝兵就可以直接炸一波了 好 ok 直接破壞 太爽了哈哈 完美哦 對方又發動了哦這邊直接誤傷隊友 好指定的哎 直接無效 還想誤傷我啊 沒用的 你忘記我塵塞精的效果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呢要來介紹我們全新的千海騎士的牌組啦 那麼在最近呢除了恐龍崛起之外 還有一套千海騎士也默默的跑到了T3的位置哦 已經變成主流了 那為什麼哎會突然變成主流呢 那阿慶經過分析我覺得有以下幾個原因啊 第一個是千海騎士 他的抗性非常高哦 那我們千海騎士只要打開 然後除外一隻水屬性怪獸 我們千海騎士還有這表測的表測的魔線都不會被破壞 而且呢我們假如場上有呃 塵塞精的話 哦就是五星以上水屬性怪獸 都不會被打爆 就對方打過來就直接被我們炸掉 所以還蠻強的而且 現在的宇宙旋風已經很少人會帶了 所以這一套已經慢慢的 變成一個T3的一個主流的位置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以前的千海騎士 都被暗鬼屌打 因為暗鬼一直打臉 根本不管你什麼怪獸打不打的穿 他直接打你把你打到死啊 但是呢現在已經沒有人玩暗鬼了 所以千海騎士就默默的晉升主流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玩看 哎這一套到底強不強哦 那有一張卡片非常重要 是次世代溫蒂尼 然後這張卡片是在新陳龍 那一包裡面的哦 然後他是一瓦有一點貴啊 那如果大家有愛的話也是可以來抽一下哦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強度很強 又不想花太多錢 其實你去抽合成就可以了 那次世代溫蒂你為什麼很強呢 他只要召喚成功的時候就可以 將牌組一張水屬性怪獸送入墓地 然後我們就是把塵塞金丟到墓地 那塵塞金在墓地可以跳出來特招哦 那 呃 呃他發動這個丟到墓地的效果之後 還可以 從牌組再把一張 次世代控制者抓入手牌啦 就是我們這一套 大家有看到一個三星的 阿卡 然後他是協調怪獸 所以這一套我們也可以來同步召喚啦 那我們同步怪就放了新陳龍 好換成守護者阿瑪迪斯 然後轉身龍輪迴還有 這個青刺世代啦 那當然也是依照各位的喜好 來放哦 那其他的卡片像是 這個深淵狗魚還有 呃海皇的重裝兵就是 一個是炸表冊的卡 然後一個是觸發 觸發海皇重裝兵來炸 就是大概這樣 想拿其他的後台 大家應該不陌生 那神是生命防護罩 就是以防被一回殺 或者是說 呃要寶怪 因為發動之後 怪獸不會被戰破 好 那麼牌組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就直接開刀吧 GO OK來到我們第一場 遇到的是盜賊基斯 不知道對方是什麼卡組呢 好 我們這邊起手 嗯勉強可以啦 勉強可以勉強可以 因為前海奇襲 其實一開始拿到就會比較虧哦 因為我們就沒辦法直接檢索他 檢索他就賺一張牌哦 哦結果是真沉默啊 哦那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這邊先召喚 赤世代溫蒂尼 好 OK 好 把一張卡片送到墓地哦 呃 那這邊的話 其實還是要把塵塞金送到墓地啦 把塵塞金送到墓地還是會比較好 OK 啊不知道對方是蓋什麼牌啊 好 OKOKOK 好拉一張 吃世代控制者 好 那我們這邊就覆蓋兩張牌直接結束啊 那等一下記得 就是抽牌的時候要直接把前海奇襲打開啦 哦這樣才不會說 對方假如 呃要拆我們前海奇襲 我們沒有辦法馬上發動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大家要注意哦 你的前海奇襲已經算是一個 欸蠻古老的卡組了 所以 哈哈 剛剛 剛剛有試完 結果就忘記了 哦要先開 沒錯 前海奇襲一定要先開哦 你不要蓋著被拆 然後你打開 但是沒辦法發動效果 這樣就很尷尬了 好 那這邊我來看一下 OK我們發動前海奇襲 先除外吧 這邊直接被打沒關係哦 好 反正我們等一下用塵塞精就可以了 等下用塵塞精槓他一波哈哈 好 ok 那我們這邊再召喚一次 四四代溫定你 好 我們再來丟一張啊 哦 我們當然是丟這個海皇的重裝兵哦 那海皇的重裝兵 就可以直接炸一波了 好 ok 直接破壞 太爽了 哈哈 完美哦 好我們直接破壞 跳出來沒關係啊 我們我們有塵塞精 直接鋼 直接鋼他 沒有錯 就是這麼猛 好 那我們這邊 就把塵塞精叫出來吧 出了吧 哈哈 太神了 好 那因為場上已經有前海了 就拉不動 好我們這邊就直接 鋼下去 哈 你怎麼跟我鬥 啊 砰 直接破壞 啊太神了 哇 那前海奇奇還可以 躲一些卡片啊 然後 塵塞精還不會被指定 真的是太爽了 哦 就是一回合一次可以無效 對方的魔線還有怪獸效果的指定 好 那麼就直接贏得我們第一場 太開心了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打第二場吧 ok 來到我們第二場 遇到的是不動猶新哦 不知道對方是什麼卡組呢 好 不動猶新有可能是 羈絆之力啊 哎 有沒有可能呢 哈哈 好 那我們這邊 刺刺帶溫妮 然後兩隻水精靈 深淵狗魚哦 嗯 我想一下哎 感覺不是很好 不知道好不好 我是 我是覺得 應該算還ok啦 至少說 塵塞精 還有 前海奇奇一開始沒有在手上 這樣比較好 因為這兩張哦 我們可以丟木或者是檢索 如果一開始拿到算是會 比較虧一點 哦 居然是一個 儀式牌組 哦 奈福帝斯的輪迴啊 好 那我們看一下啊 對方這邊 直接發動儀式了 該不會要召喚 彈服帝斯的祭祀者吧 哇 這邊鳳凰直接拉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場地 哎 就有點危險了 哦 他直接 用儀式的效果把我們場地炸掉 呃 其實還ok啦 其實還ok哦 因為場地等一下 可以用前海奇奇救回來 ok 他拉了一張 防禦力兩千了 我不知道他要衝阿小哦 感覺有點 嗯 感覺有點爛 好 那我們這邊還是先把 塵塞金給送到墓地哦 這樣等一下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把塵塞金送到墓地 ok 然後這邊控制器的話 就先蓋著吧 哦 比較不會被一回燒 好 直接結束回合 我們來看一下啊 對方究竟 葡魯里賣的是什麼藥呢 哦 這邊 哦他直接破壞尤貝爾 哇 結果是一個尤貝爾啊 我以為你是玩儀式的 結果居然是尤貝爾玩這種第三的哦 哦 不錯不錯不錯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 海皇的重裝兵 我們可以 把對方的尤貝爾炸掉 所以還ok啦 好 哦 這邊直接 升級召喚鳳凰神 哦 不錯不錯 好 哎 他這邊直接結束回合 哦 他不敢打 那我們這邊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等一下呢鳳凰會跳出來 所以 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這邊來想一下要 怎麼應對呢 呃我們要怎麼應對呢 好 那這邊當然是 呃先把深淵狗魚叫出來 來發動 好 我們丟海王重裝兵 ok 好 刺激蛋溫定妮加入手牌 來破壞他的尤貝爾 還行還行 好 這邊跳出第三階段 啊 那我們這邊很可惜就是 很可惜就是 場上沒有兩隻怪 如果兩隻怪 就可以叫成塞金哦 好 那這邊就直接結束吧 好 那等一下鳳凰跳出來 呃我們就直接轉手啦 也沒辦法 這個鳳凰太煩了 哈哈 這個鳳凰真的有點煩啊 哇我們就是把他轉手啊 轉手的話 等一下再把他撞掉就好了 ok 好 那這邊他的 這個 油肥爾應該會直接撞我們 扣1600 還行 應該還不會死哦 啊 但是如果對方有疑似 我們就 欸有點危險了 哈哈 好 音速鳥不會吧 不會要疑似吧 太扯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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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 這樣我就尷尬了 等級複製啊 看來是要疑似 哇 那我們這邊 哇 那我們這邊 哇 應該就直接輸了 哇 太可惜了 有點可惜哦 對方太順了 不然應該會獲勝的 哦 他直接把我們炸掉 欸 這樣我們還有機會 他怎麼不用零攻的來撞我們 扣1600之後再這樣 再 再打3000呢 欸 對方是不是一個大失誤啊 哈哈 那我們這邊非常有機會哦 好 有加拿大蟲可以 那我們先蓋加拿大 哇 那我們這邊真的非常有機會 那先來 哦 深淵狗魚先召喚 好 呃 我們 要先把 哪一隻炸掉勒 我想一下 啊 好像不管炸哪一隻都沒有用 欸 好像不管炸哪一隻都沒有用 欸 這個就有點尷尬了 好 那我應該是先破壞 蒼黃神 但是蒼黃神破壞還會再復活 啊哈哈 哇 怎麼這麼難打啊 哇 那那這這場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們就 再來打一場 OK 來到我們最後一場 遇到的是十六野亞技 好 希望這場可以獲得勝利啦 哦 對方是一個墓地慢生哦 哎 感覺應該 不難打 哦 墓地慢生是一個強攻型的牌組啊 就是會放魔王戰士破壞者啊 有一些重後台 應該還算可以哦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因為 呃 塵塞精已經在手上了 所以刺刺帶瘟尼 刺刺帶瘟尼要丟的話我就 呃 隨便丟啦 反正就是當綠牌啦 因為 這邊如果把重裝兵丟掉 我們也沒有表測的卡片可以炸 所以應該是把狗魚丟掉 好 這邊檢索一下 好 實實在控制的檢索 好 那這邊就蓋兩張牌吧 直接打過去哦 好 哎 對方的後台都沒有停頓 所以到底是什麼勒 哦 被戰破之後可以跳兩隻 哇 哇 這張卡也太強了吧 哇 他直接跳兩隻哎 但是 以此效果特招的怪獸不能 拿來同步 可是可以拿來生招啊 哎 感覺 這一張迷你番茄小子好像還蠻強的 好 之後可以來玩玩看 哦 這邊直接生招了 好 哎 沒有 他就是同步召喚了 所以說他剛剛說 他剛剛說不能拿來 同步召喚是怎麼樣 啊 算了算了算了 之後再研究 好 呃 那我們這邊 好 直接加拿大好了 我們直接加拿大 好 把它蓋起來 哦 誤傷隊友玩得不錯 直接破壞我們的後台 那這一張的話 呃 我覺得可以開可以不開了 反正 反正塵塞精你在墓地 也是可以發動的 那我們記得不要丟海皇的重裝兵 海皇的重裝兵 必須 是要 為了發動水屬性怪獸 而送到目的 才可以 使用他的破壞表測卡片的 這個效果 好 OKOK 那我們剛剛有 發動神聖生命防護罩 所以這邊不會被戰破 也不會受傷哦 哎 感覺還不錯 好 哦 這邊抽到深淵狗魚了 OK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爽吧 好 來 放深淵狗魚效果 捨棄 好 我們在拉刺激在溫地尼 然後 我們就把場地炸掉吧 哦 場地是 方向非常重要的卡片 方向沒有場地應該就是廢掉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放心哦 好 OK 那這裡就直接 把塵塞金 特殊召喚 去了吧 藍叫井 哈哈 發動效果 來 我們直接前海奇襲 蓋起來 太神了 好 這邊直接打過去 BOW 漂亮 好 感覺應該 還蠻穩的哦 這一場我 我有把握 好 但是我剛剛忘記 對方一抽牌我就 馬上打開了 好我們這邊就先開吧 好 對方又發動了 哦這邊直接誤傷隊友 好指定的 哎直接無效 哈哈哈哈 還想誤傷我啊 哎沒用的 你忘記我塵塞金的效果嗎 哎 小壞壞 還想炸我 哈哈 哦 結果 直接就獲勝了 所以我覺得 千海奇襲真的還蠻好玩的 而且玩起來感覺也有T3 有主流的一個感覺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來玩 今天介紹的這套全新的千海奇襲牌組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啊請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六點 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慶分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JEEEGO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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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H